好 我們今天的複習重點是根的基本性質 那根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當你給定一個十係數的多項方程式的時候 這個多項式方程式它必定會有解等於0的解 那就是這個方程式的根 那現在我們先討論十係數多項式的範圍 我們討論十係數的時候 就會有下面這些根的基本性質 好 所以只要你是十係數多項式方程式 F我回K4等於0 那麼下面這五點通通都是十係數多項式方程式 根的基本性質 所以請各位一定要牢牢的記在心裡 那這個並沒有什麼證明 這個就是我們研究出來的通識 所以各位如果把這些這五個規則記熟的話 對各位在大學研考一定會非常的有幫助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 首先第一個 如果這個多項式 十係數多項式 它的係數接正 那它就沒有什麼樣子的根呢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隨便取個三次方程式當例子好了 x三方加x平方加2x加1 你會觀察到 等於0這個係數全部都是正的 1 1 2 1 對不對 好 那係數接正 這則沒有什麼根呢 答案是 正根 為什麼 為什麼係數接正的時候沒有正根 直接一看就好了 你看 正數是什麼 假設1好了 1就是正根 你隨便帶進去看看 你把1帶進去這個方程式 1加1加2加1 欸 不會等於0欸 有沒有發現 那你如果再繼續帶其他的正數 你帶100 喔 1 3方 1000 加100的2方 平方 平方就是100 1000加100 再加200 再加1 欸 奇怪 再加20啦 反正就是只要你帶正的進去 通通都不會等於0 所以這個只是一個規則 一個共識 它並沒有什麼證明的方法 好 那再來 第二個 如果係數正負相間的時候 則沒有什麼根 好 一樣 當你不會的時候就取締 x3方 -x0方 cr2x 再-1 好 係數正負相間的時候 沒有什麼根呢 答案是負根 為什麼 隨便找一個負根帶進去就好了 你要驗證隔壁這些規則 通通都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取締 像我剛剛取締的 隨便取一個方程式就好了 然後再把正根帶進去後 所以證明這條式是對的 好 那再來 第2個一樣 你隨便挑一個負根 假設是負1帶進去 那負1的三方就是負1 再減掉負1的平方 也就是 減1 再加上2乘上負1 那就是再減2 再減1 會等於0到 當然不會啊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你不管再任何的負數進去 它通通都不會 所以證明了 這條式是對的 好 一樣 這是共識 請把它記起來 再來 如果你的長數像不為0 意思就是指 像這樣 只要你的長數像它不是0喔 那你就不會有什麼根 就不會有0根 意思就是0這個實數 它不會是你方程式的根 隨便舉例 你看 我又可以用相同的例子了 x3方加x0方 減x加1 隨便舉的例子 好 你看 這時候你的長數像不為0 你看 你把0帶進去就好了 0 加0 減0 加1 當然不會等於0啊 對不對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原來這些規則 通通只要舉例 就可以證明 好 第四個 如果你的係數核是0喔 那必定有一個根 是什麼樣子的根呢 想想看 當你的係數核是0的時候 一定會有什麼樣子的根 好 來 我們研究出來的結果 這邊我把它擦掉了 要不然數一下 我們研究出來的結果就是 它必定有一個根叫做1 一定有一個根叫做1的 好 那為什麼呢 一樣 我說過了 這些都是我們研究出來的共識 所以你只要把數字帶進去 你舉的例子 這樣就OK了 你的例子一樣 你可以隨便舉 例如x3方 加x0方 減x加1等於0 一樣 你把1帶進去 欸不對 不好意思 這個是係數核要求為0 所以你不可以隨便舉1 例如 x3方 減2x0方 這樣係數核 是不是1減2答案-1 負1 再加一個係數核 再加一個係數核回來 假設你舉這樣的例子 最後等於0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這三個相加之後 1-2再加1等於0 對不對 所以你看 至少你把1這個根帶進去 你看會不會成立 1帶進去 1-2乘上1的平方 那就是2 再加1等於0 成立欸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就是一個共識 你只要去出一個例子 再把1帶進去 證明它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條式子 它的F1 答案就是 好 這個一樣是同式 最後一條 欸 這個是今年106學測有考的 他考跟牛頓定理一起考 他考什麼 基數向係數核等於0 數向係數核的時候 會必有一根叫做什麼根 這時候你就可以想想看 答案是 負1 必定有一根叫做負1 還要再問我證明方法嗎 不用 你只要再舉一個例子就好 基數向係數核等於0數向係數核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你看 四方的是偶數向 二方的也是偶數向 兩個係數核等於2 基數向3 基數向1 1加1一樣是2 偶數向係數核等於基數向係數核 必有一根為負1 對不對 來把負1帶進去就好 負1的四方1 負1的三方-1 再加上負1的平方 也就是加1 最後再加負1 也就是-1 最後答案等於0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五個條文通通都是我們研究出來 十係數多向式方程式具有的一個特色 而這個只要是你隨便給定一個多向式十係數方程式 通通都會有這五項性質 所以請各位把這五項性質牢記 再幫各位複習最後一次 來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rap 這樣子念 係數皆正無正根 係數正無相間無負根 常數相不為0 無零根 係數核為0 必有一根為1 基數向係數五合 等於係向係數五合 必有一根為負1 就像這樣子 好 所以最後這個rap 就幫你記住這些東西了 好 那今天根的基本性質 我們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